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花一節的時間去表揚一下中國的科學振展 是不是身為中國人都很自豪呢? 這樣說 以科學論科學 每一個國家有一個科學的新的進展 都值得他們去驕傲 我們的覆蓋又不只是在某一些國家 大家可能有印象 經常講英文媒體的事情 因為實際上很多科學最尖端的事情 都會在英文世界上發生 但是大家可能有人去和我們做個大數據去分析一下 我們是在近年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們越來越報導得多在歐美以外其他國家的進展 比如說印度它的登月計劃 俄羅斯它們那種新的武器和登月計劃 甚至乎這幾個星期日本的那個進展 和譬如澳洲在它的量子電腦那裡進展 我們是提的越來越多的 所以只要你能夠說最好的話 我都盡量希望去搜羅 所以就無論是 起碼在我認識它的語言 媒體看得明來講 都盡快帶給大家了 我們不是公公講白話的 我們立刻隨便舉個例子 根據這個南華早報的報導就說 中國科學家就建設了一個超級準確的中 他們經過透過這個東西重新定義 什麼叫做一秒 這個說法有沒有一些誇大呢? 小小啦 因為其實世界上現在用最精確定義一秒的方式 就由美國那個NIST就有了 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就用到原子中那種科技 就能夠去很準確定義一秒 我們其實很久之前的科學新資 有特意做過一節比較長的 就是介紹世界上最準確的中 裡面也有去介紹過用什麼原理去做中 從古到今 我不知道台長你小時候有沒有 給老師叫你玩過一個遊戲就是 就是剪一條大約25厘米長的繩 把自己的鑰匙綁上去 然後就放在那裡讓它吊吊吊吊 就變成一個鐘擺 就是說如果你那條繩大約是25厘米多一點 不要長太多不要短太多 那個這樣的鐘擺效應就是一來一回就是一秒的了 所以你用一個很簡單的鐘擺就可以大約做到一個幫你計一秒的一個裝置 然後 然後古代也都有很多人甚至乎你看到那些教堂 他們真的都用鐘擺的形式來幫你去計一秒的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長很重的鐘擺 它就基本上就生生不息地在那裡擺動的了 它雖然擺得很慢 但是它的那個速度 就是它的周期因為是非常穩定準確 所以可以很穩定地幫我們用來去做一個計時 所以以往就是你需要有一塊很穩定地擺動震動的東西 那塊可以是一塊你眼看到的實物 或者是一些比較虛擬的東西 總之我要求的就是它要很準很穩定 那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我們找到很多更加精確的東西來幫我們去計一秒的 那大家手上戴的石英錶 現在很多時候一些很便宜的那些錶都是用到石英 那因為石英它自己這個晶體本身有一個自然頻率 就是每秒震32,700幾下 那這個這麼精確的自然頻率 也都是隨著那個氣壓和溫度的變化相對比較少 那所以誤差也都是會少 就是台長都可以問你 你記不記得以前看過的廣告就是說 什麼每五年誤差少於一分鐘呢? 有沒有聽過一個這樣的電視廣告? 聽過但是對於普通人來說這個是很愚蠢的 我為什麼要這麼盡地飄呢? 是啊 但是這樣很厲害嘛 你的牌子很厲害 告訴你又準 接著呢 還有你記不記得以前八九十年代很喜歡 第二就是賣得錶的廣告都是用太空來做主題的嘛 因為往往在這些太空精進科技要求的精確度最高的嘛 有個R字頭那個錶呢 就是上去太空又不會停的 下到水底又不會停的 去哪裡不會停的嘛 是啊 極端氣壓水壓的環境 極端溫度的環境 所以有些人就爬雪山啊 跟著就上太空啊 戴著他的錶啊 跟著就這隻就厲害了 還有會很精確啊 那當然啦 太空科技其實呢 除了太空人自己手帶藥錶呢 更加依仗著整個那個計時系統 所以你發覺呢 這次中國它更新改進自己的原子中技術呢 但是可以就是說 是對於他們自己基礎科學發展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甚至乎它那個影響可能是最後呢 是影響回到地球 我們自己那些基本科研的研究會有貢獻 都不奇怪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麼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用很多 香港都會有一些的機構 不小心用了一個叫做 Cesium的原子中的一個技術 比如說天文台啦 地鐵公司啦 甚至我想機場啦 那麼他們都需要用到這種技術的 那麼這些這樣的原子中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精確的Oxylator 它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之急劇的震動頻率 那麼大家不要以為是一種呢 原子在自己在那裡震 是只不過那個原子上面那些外圍電子 其中它會在某那兩層的能量之間 有一個非常之急劇而穩定的震動 而那個震動呢 是會很不受外界影響的 你外面的磁場溫度怎麼變都好 它這個原子的震動頻率 基本上是這麼多就是這麼多的了 而且它的頻率高的時候呢 於是可以給到我們那個震動的精確度 就是出來就是一秒裡面有多少個震動 反過來就反映回 它只不過需要多少億萬分之一秒才震一次呢 它越短的話呢 你就可以變出來那個誤差就越少 幫你量度那個時間的誤差越少 就是可以幫你量度少數後更加多的位 就是你不會有一個一秒是只是震一次的一個鐘擺 可以幫你量度少數後七個位的精確度的 但是你有一件事本身是震動得很急劇的時候呢 就可以幫你量度一些很穩定 就是很精確的東西 而它也都不是很受外在環境干擾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計時器 那我們現在用那些叫Cesium的那些原子鐘就準的 但是不夠這次這個準的 這次中國呢它是繼美國之後 全世界第二個國家可以用這個叫Storontium 那如果Storontium你找回中文呢 就是金字邊做思想的那個C 這種叫C元素的這一種東西 去做去拿去裡面的其中一個電子 和電子就是一個電子在跳躍的能階 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的變化 作為它計時的那個單元 那就發覺它可以比起現有那些Cesium的原子鐘 還可以準確一萬倍 那這種精確度呢 原本就是美國有 那現在中國就用它自己的那種量子和激光的技術 去製作到屬於自己版本的這個原子鐘 那這個原子鐘那個精確度非常誇張的 是會七十億年不差一秒 那大家可以和宇宙年齡去比的 宇宙年齡就是大約是兩倍這個七十億 大約就是一百三十幾億 就是說整個宇宙年齡裡面呢 它的誤差是不會超過兩秒 那所以這個鐘就非常之精確的了 所以中國能夠做到這個鐘呢 它首先最重要的影響就是 計時計得準 計距離計得準 從而計坐標計得準 修正它的北斗系統的誤差修正得快 還有就回到那個基礎科學層面了 它可以製造更加靈敏的儀器 譬如說如果中國想學其他的國家去量度一下重力波 甚至乎量度在宇宙裡面更加微弱的那些電磁波的信號 它有了這個儀器幫它量度得更加精準 它就可以做一些更加精確的基礎科學研究 其實我們可能今天也有機會提一提 就是現在未來會有些更加精準度重力波的那些研究呢 有機會會提到 如果未來中國又是參與這樣的計劃 它有了這個這麼精確的鐘 也都可以做得非常之好 這個鐘它基本上是需要融合到那個很精確的激光技術 而且是需要將激光把原子鎖定冷凍 然後就能夠用激光把這個原子裡面的狀態去讀出來 然後就整成一個很穩定的儀器 給這樣的strantium這個元素 可以在裡面的電子可以很穩定地震動 從而幫助我們去做計時 那個主導這個項目就是潘建偉教授 那就是安徽合肥 中科院的了 我們以前提到中國量子糾纏最尖端的那些 還有上次甚至乎講到 中國的用光學做的計算晶片 都是去領軍的 所以我會認為潘建偉教授 他成為這個中國的尖端量子研究之父 似乎是當之無跪的 我會覺得 那安徽合肥那間學院 我相信大家如果年紀大小記得 方偉知當年是在那裡教國的 就中科院的了 你要看中國出尖端的科學最厲害的機構 就是中科院和清華 那這個科技在軍事上有什麼簡單的用途呢? 那剛才有提到的 起碼他量度定位坐標準確 就是說他直接就是 令到他要投送一些東西 去一個定位坐標那裡 可以做得更加精準 就是這樣東西是一種 就是一種內功 就是將他練得更加厲害的意思 那當然了 中國就是在他 現在就是他那個基礎科學的精進 令到他那個從而 基礎科學的研究能力 和軍事能力 都應該會受惠於今次這個最精確的中的 那當然他那個進步就不止是這樣 那我還有其他東西跟大家報道 除了這個中之外 現在的洋人非常注視在中國的其他科技進展 例如中國有沒有自己的SpaceX呢? 一直在搞 那譬如呢 都有研究機構去追蹤報道的 那就是說呢 中國他都有整自己民營機構的一個 做一個可回收的火箭升降技術 那那個火箭當然希望就是能夠把地球 一些東西放進去軌道裡 現在我們知道的SpaceX他就能夠做到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是把一些人造衛星放進去既定軌道那裡 每個星期都有發生的了 那所以你說如果SpaceX發射的東西 就不是什麼新聞來的了 每個星期都有東西丟上去的 那麼SpaceX他最厲害的地方 當然就是他那個可回收的那個能力 就令到他可以節省成本 那但是你也知道的 你要做可回收的就是說 他那個火箭不只是一支射上去的 他會射射一下又會脫另一支出來繼續上去 脫了出來的那支是懂得 無論在什麼角度怎樣轉都好 是最後可以是很準確地站在那裡的 這個技術一點都不簡單 現在中國的很多民營企業是繼續去做的 我們先前可能有提過的就是 就是中國的那個這些可回收火箭技術 就還是比起美國相信還在6、7年左右 但是就從我們上次去追蹤報道到今次來講 都看到他有一點點進步的了 在幾個月前看到他做了一個叫hop test 就純粹是原地直線跳上去 直線下回來 就做到這樣 上去300多米 然後下回來 沒有跌爛到 那麼剛剛這個星期他就做到什麼呢? 整支東西不是直線上去 直線上去就斜斜地過一點點 然後也懂得斜斜地下回來 整支就不是直線 是斜線上去斜線下 但是當然你可能就會問 下一步是怎樣呢? 整支東西發發一下 他懂不懂修正角度這樣下回來呢? 甚至整支東西打了關斗 然後可不可以最後一刻就可以很漂亮的站在那裡呢? 如果做到這樣才能追到SpaceX的技術 但是你會看到就像嬰兒學走路那樣呢? 在剛剛這幾個月以來呢 都有一點點的進展 就由直上直下 變成斜斜地上 上到高一點 再斜斜地下回來都能夠做得到 那麼中國的這一個 這一種這樣的民營機構開發的火箭 有個名字的 朱雀三號 那麼大家留意他那個最新的進展 那麼隨時他呢 可能在幾個月之後呢 有一個是出乎我們意料這麼快的速度 去做一個更加大的躍進呢? 哦 跟著幾個國家 中國 印度 日本 其實都是逆步逆趨的發展這個火箭 但是那個竅門在哪裡呢? 是那個運算的能力是不是? 是的 就是運算的能力 還有整個運算和機器本身協調的能力 要做到非常精準 背後是需要用到人工智能的那套系統去做的 所以這個也是那個SpaceX自己最重要的核心技術 就在背後 那如果你說說印度他會不會搞那些事情呢? 就沒有什麼這方面的事情在搞 印度在搞那個可回收式的那種火箭技術裡面呢 就比較走了去那種微型穿梭機的那個方向 而這個方向呢 是無論中國和美國呢 都是走得更加遠的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日本也都非常之銳意發展的淡火器 就是上一次我們沒有即時 因為那個時間問題 我們沒有講到這個日本登月器 那現在的狀態是怎樣的? 那是啦 上次我記得節目剛剛出街的時候 才有剛剛新鮮滾熱的報導 我就記得上次我就給了一個評語的 就是說你日本成功精確降落 但是沒有東西傳回來上都沒有張 但是那時候 我說完這句節目出街之後呢 就立刻有最新的報導說 不是喔 日本傳到一張照片回來 雖然傳不完一張 原來在他關機之前 傳了大半張照片下來 那麼台長那裡 你也有在CNN的報導 找到日本的報導啦 但是原來在剛剛這個星期的事情發展 又不止了 日本現在結論就是 它將它登月的這個機器 成功發射 成功降落 而且是安然無恙地降落了在月亮上面 那些東西沒有爛 是沒有爛到 但是有些東西都是傻了的 都是有一點點不是很達到目標的 就是看一下台長你找到那張照片了 就是整件東西倒樹蔥這樣 就滾了在月亮上面 你看這件東西好像那個形狀擺位 是不是古古怪怪的 不是只是斜了 原來是整件東西倒樹蔥這樣擺在那裡 但是我們怎樣拍到去到樹蔥呢 原來很有趣的 日本這個登陸這個儀器 在它下來的時候 它會有另外一顆好像比起棒球那麼大小的東西 是掉出來的 就會掉出去 它就是離開原本那個主體那個機器 一個距離那裡 就幫我專門是可以幫這件東西拍照的 是一個selfie來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就不是那個設想的圖來的 而是真是由這個叫Slim這個機器 發送回來的影像 那好了 開頭就是說它開不了太陽能板 送不了信號 這個是是的 因為它整件東西到處衝了 它整個太陽能板不是遇到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去發電的 所以它開頭只能夠用它自己本身僅有的電池 去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將一張照片 就盡量傳送回來地球那裡 而且在沒有傳送完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要關機 因為剩下的電不是很久 就希望駁它留一個能量可以再開機 於是隔了幾天之後 就那個在月亮上面的太陽 就剛好能夠比較用一個好的角度 照回它的太陽能板 就再開機 就被它成功搏倒 它開到機 而且是有電力去運作 然後呢 就不止將那些照片傳回來之餘 就再拍到 開了另外一個鏡頭 來去拍到它那個月球上面 土樣的那些照片 那現在就是說 除了台長這裡展示出來 是這個機器自己脫出來的東西 拍出來的照片之餘 也都是有一個那個東西自己本身的土樣分析器 拍到一個很近的 你看下去以為很模糊的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 就是由那個掛在這個主燈月機器上面的一個 專門做土樣分析 專門拍近鏡的一個儀器來的 有了這張照片就代表另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土樣分析 而且將那個數據發送回來 那整個計劃呢 就當然了 就不會以它最完美的姿態去完成的了 但是在它原本的研究裡面 都是大約歷時 可能是一個多兩個月就會完結的了 因為也都不會預計這架機器 可以捱得過一個很長的月球黑夜 地球的黑夜就是12個小時 月亮上面的黑夜就是半個月這麼長 那就不會預計它捱得那麼長的了 但是也都可以預期 看看可不可以現在這個機器 可不可以把握著接下來還有幾天 就盡量去拿到它的太陽能 就盡量將它原本安排定的那些土樣分析 攝影啊 發送資料這些程序 就盡量有這麼多做這麼多 所以現在有理由可以這麼說 現在這個日本發射的這個月球燈月機器 就可以以一個更加理想的完成度去完成它的任務 甚至我覺得最後會不會是它有50% 甚至三分二的任務可以在這個狀態之下都完成到呢 這個就拭目以待了 但是我就會認為 似乎今次日本這個登月任務 是比我原本上個禮拜預期更加多成功去達到目標 我們這一節完成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了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是企圖 對不起